花莲市区的金三角商圈有很多店面关门没有营业或者是长期交租 接近萧条景象让其他苦撑的业者是大叹身运难违 而为了促进花莲市区金三角商圈的经济发展 县云阳华美在县议会提案筹主了振兴花莲金三角商圈的专案 28号召开了会议 为促进花莲市区金三角商圈的经济发展 县云阳华美在议会提案筹主振兴花莲金三角商圈专案 28号召开了会议 杨华美表示透过这个会议让民间团体提供意见给工部门 让工部门未来在规划商圈时比较可以有方向 也期待工部门可以破除僵化的框架和商家们一起向前行 为了这个专案其实我们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包含花莲市金三角它整个商圈它的商店的类型的数字 然后每一条巷子的店家类型的数字的资料 那既有我们在提出做分析 那这个分析的结果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蛮多都是我们在地居民生活 日常生活采购消费的一些商店 那比较惊讶的是在这一年当中 它其实娃娃机的店家也逐步飙升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店家的店面空下来 然后房东也着急 所以它就用了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来做应变 娃娃机在商圈如果越多就代表 也算是一种没落的指标 所以这也是更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部分 今天邀请了两个单位做报告 一个就是工商科 另外一个就是交通科 那市区金三角的交通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切的 那一个是公共运输 另外一个是停车格 那就这两个问题 那其实县府做了一些说明 那是不是符合民众的期待 以及是不是有更好的规划的方向 这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会议讨论内容包括了产业类别重组 交通洞械 停车问题 文化保存与创造 商圈特色营造 活络经济 以及观光旅游配套发展等 除了工部门相关单位报告现况 许多商圈内的店家和社团 也都踊跃出席提出意见和看法 会议决议要借请县政府 成立一个金三角商圈发展工作小组 由行研处和观光处整合相关资源 就产业议题 街区等类别把商家组织起来 进行聚焦深入讨论 而县员张美惠他也表示说 县府应该成立一个振兴商圈发展委员会 朝向订定一年 两年的发展计划 让金三角商圈内 不同属性的各个商圈 可以提出问题 透过定期的交流 让商家和政府 有更多机会揣联 也可以具体发展行动方案 截略会欢迎时报道